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505027的最新消息 根据媒体报道,全新的5050将会在6月发表星期回归 而最初预计,因为Cupid的爆红为了全球扩展会引入外国成员 但最终确认团队成员都是由韩国人组成 目前确定的成员人数介于5到7人之间 除了原成员Kina之外 其他成员们的出生年份范围是从2005年到2008年 然后新的5050将不会有对账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 所属公司正在积极强化5027成员们的品格教育 特别是强调增加越多来提升他们的素质 毕竟全代表遭遇了很多士气 全代表也对媒体表示 公司正全力以赴 目标是重新打造成全球知名的IP 为此我们集中所有资源支持505027的成功 包括挑选有才华的成员 创造出色的歌曲 并展现独特的风格 所有员工都在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至于有关法律的那些问题 律师们正在妥善处理 5050于4月1号 在2024年iHeartRadio音乐奖颁奖典礼上 凭借QPIT获得了年度K-pop歌曲奖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很好奇这个消息了呢 希望不要再加两人一五人出道 只要能拿到好的歌曲就好了 希望能好好摘选掉有校园暴力的人 很好 另外也拜托能重新录制像QPIT这样的歌曲 那样我就能很放心的听了 每当看到这种消息就会想 那三个人会想什么呢 有在后悔吗 还是那句话 当你有一点点小成就时 绝对不能忘记 你是如何达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人帮了你 不要被眼前的小便宜蒙蔽了你的眼睛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剧中角色的财力和电视剧收视率成真笔的金苏雁 看了就明白的 因为生活的重压而拒绝爱情的精神病房护理人员 最高收视率7.3%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KBS综艺部的制作人 最高收视率17.7% Dream High 蔥三栋 未来会去格莱美德顶尖歌手 最高收视率17.9% Numre Wang Pekcheonu 大企业法务理事兼女婿 最高收视率20.7% Piorese Onkudetu Minjun 拥有大部分阿国将和抢西土地的外星人 最高收视率28.1% Hedepomundar Yuhun 整个国家都是自己的 最高收视率42.2%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每次哭泣都会 Wing 让人忍不住笑出的三位奶奶一斗 这三位的特点是 因为幸福而感到激动时会哭泣 Day 6 文片 Doboy G 用魂 原来我喜欢哭的男人 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 哭起来都很漂亮 虽然大多数人哭的时候会显得不好看 但能在哭泣时依然保持可爱和漂亮的人 这真的像是一种祝福 哭的样子也好漂亮 但是希望你们每天都充满了值得欢笑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